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见见,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十分烧脑的电影《时空线索》 影片开始,一群水手正在兴奋地冲上邮轮 准备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愉快的狂欢节 然而邮轮刚驶出去没几分钟就发生了爆炸 瞬间造成了500多人死亡 男主道格是枪械管理局的特工探员 他在爆炸后第一时间赶到码头 经过侦查判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 同时,一具女尸引起了道格的注意 这具女尸的右手手指被砍断 身上大面积烧伤,嘴部还有被交代封过的痕迹 重要的是,他在爆炸前就被发现了 明显是被人谋杀后伪装成爆炸遇难者抛尸 既然凶手抛尸时就知道,不久后又轮回爆炸 那么这个女人一定和爆炸案有关联 为了深入调查,道格来到了这个名叫克莱尔的女人的家 并在她的冰箱上看到偏写了一句 你可以救她 道格还意外地从她的电话留言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使她想起她今早会拨了一个未接电话 原来那个电话就是克莱尔打来的 由于道格查出的线索和爆炸案十分吻合 于是她回到局里向FBI报告 而FBI也查出装载扎药的是一辆汽车 他们便推测是凶手绑架杀害了克莱尔 并用她的车实施犯罪 只要查出杀死克莱尔的凶手 那么爆炸案也会水落石出 与此同时 道格发现她的搭档哈里竟然也在这次爆炸中受害 这更加坚定了她要调查此案的决心 FBI邀请道格和他们 一起使用高科技回看四天前的录像 这个录像可以在勘察半径内切换到任意视角 但却不能回放 所以需要道格仔细观察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地点 他们把视角切到了克莱尔身上 发现克莱尔当天将自己家地址 透露给一个紫松腰购买他骑车的人 道格怀疑这个来电的人就是凶手 于是他们追踪电话后查出了此人的行径 但此时道格却觉得这个录像带不对劲 他偷偷用激光笔射向屏幕 发现录像中的克莱尔竟然可以看到他的激光 FBI只好坦白 这不是什么录像 这是他们通过折叠空间的黑科技 直接连接了四天前 而屏幕中正是在不同时空中活着的人 道格表示 既然可以和交错时空发生联系 那为何不能再案发前阻止呢 于是他们写了一张暗示纸条 传送到了四天前 道格的办公桌上 然而纸条却无意间被当时还活着的搭档哈里看到 哈里顾身一人去抓凶手 却不幸被凶手枪杀 虽然这次看到了凶手的样貌 但哈里的两次死亡是道格悲痛欲绝 而他们通过凶手的样貌 很快找到了线索并抓捕了他 但故事并未结束 在这几天观察影像中 道格已经悄悄爱上了克莱尔 他执意要把自己传回过去救他 随着强烈的电流传输 道格回到了爆炸当天 他直直将说开进凶手的据点 此时的凶手因自己的脸被克莱尔抓伤 正准备切断他的手指 但被冲过来的道格打个措手不及 道格成功地救出了克莱尔 自己身上却中了一枪 他们来到克莱尔的家爆炸伤口 道格把冰箱上的字母排成了 你可以救他的字样 紧张的克莱尔始终不相信 道格是真的太原 他用枪威胁道格 并打电话到局里询问身份 由于道格不在 所以他让道格回来后回电话 一切就像历史重演般的进行 道格意识到没有几笔凶手 爆炸障碍会发生 于是带着克莱尔赶到码头 并让他在岸上等着 而自己去船上拆除炸弹 不料克莱尔却发现 原本应该在桥上的凶手 竟然上了邮轮 克莱尔在最后一刻跳上了邮轮 然而被凶手发现了 道格赶到时 凶手已经把克莱尔 绑在了有炸弹的车里 为了保护克莱尔 道格把坚信凶手时 他自己说的爱国理念 说给了凶手听 凶手一听就懵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想 克莱尔趁凶手晃神的时候 开车冲了上去 道格也顺利将他击毙 凶手虽然死了 但炸弹还没拆除 为了救邮轮上500多个生命 两人把车开向了海里 道格在最后一刻将克莱尔 推出了汽车 自己却死在了这次爆炸中 当背痛欲绝的克莱尔上岸后 竟看到一个活着的道格 正向他走来 原来不属于这个时空的道格 牺牲了 而另一个时空里的道格 正前来询问案件的相关问题 两人相视 似乎都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